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今晚的讲师 大山格林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安安 安安 安安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要评论可以说 什么是台湾的文化 如果您现在去外国要去一堂 比如说去日本或去美国一堂 等待人问 你们对台湾来的 你们台湾文化是什么样子 你能说看吗 偏 我告訴你 文化這集 當我問你什麼是文化的時候 你的頭腦什麼 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要想辦法講一個比較具體的東西 講不出來 是有原因的 先講這集 文化英文字叫做culture 文化是culture 這集原來的藝術 在古代人西方人家一開始 culture這集是要用來做什麼 淨產的 種植土地上的文化 agriculture就是農業的東西 意思就是說在土地上面 會長東西出來 你看到過期古代人 你生什麼東西就吃什麼東西 土地如果落後 開始生東西出來 會吃你就拿來吃 但是後來覺得這樣又沒什麼好 人就越來越聰明 想說 我如果把皮看 看的整個更好嗎 或是把土地做得鬆 那東西生得漂亮嗎 如果比較壞 我就不想裁得漂亮 我就自己繁殖 再變化 那叫做culture 就是你想辦法 根據你的藝術 把一塊土地裡面 生出來的東西做調整 重新排列組合 長出對我 或是說我這個部落 或是我這個民族 或是躲在這個土地上面的人 或者是 生他們覺得真的 或者是善的 或者是美的 或者是好的 好好吃的東西 這樣來蒸這個東西 骨起來 這件好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對不對 所以你來了到一個地方 說 這個村落人專門是 生很會蒸那個 這個汗籍 這個汙籍的汗籍生得這麼漂亮 那邊的可能很會種牛 茄子 生得很好 所以每一個地方的人按照他覺得好的東西 把它種得很好 那標準是什麼 是根據住的地方的人覺得好的東西 再去執行 對嗎 如果他覺得不好 他不會讓他生出來 他會想辦法把它撲滅還是換掉 還是換配種 等到差不多十九世紀 十八世、十九世紀一奧 這個文章的名詞的意義開始改了 他就覺得這所謂的土地 有點像metaphor 是一種寓意義 不是真的只有農產品而已 也不是只有火而已 他可能包括什麼 音樂啦 文學作品啦 有可能是包括戲劇 也有可能是各種各樣的東西 都可以是你好像種東西一樣 比如說音樂 音樂的 你如果是看這個沒有意思 但是你會把作曲家做這個 寫出來 就產生不同的音樂 比如說有些音樂你聽 這是日本的音樂 聽到這是德國的 這是美國的 還是這是非洲的 因為不同地方 有人用同樣的音符 製造出不同的音樂出來 多彩多姿 這個世界就變得很棒 對不對 我去非洲聽到非洲語言 然後我去哪裡聽到不同音樂 那個多元化就是讓這個世界 變得很豐富的原因嘛 對不對 那一樣 你畫畫也是 顏料只有那幾種啊 對不對 紅藍黃還是什麼 去配嘛 紅的加 黃的變橘紅色 加藍色變綠色 去配 原來的顏色很簡單 配之後還把你圍出來 喔 真漂亮的都照出來 這個過程當中 是怎麼會跑出漂亮的話 因為人 因為住在一個地方人 根據他的判斷能力 去把它做決定 本來你問的東西 等在那裡一點意義都沒有嘛 就原料一堆放那裡有什麼 但是經過人的 把你經營出來的畫就很漂亮 我說這就是文化 文化不是只有 緯度 音樂 戲劇 各方面啦 這加起來 延重加起來 叫做文化 現在 我跟你講 不同的地方 我剛才說 有不對於東西 同樣一件事情 看法不一樣 譬如說 在美國很注重什麼 人權 對 寧可尊重人權 也要犧牲團體的 但是你跟亞洲國家的話 譬如說去日本 人權就沒有那麼注重 我團體的力比較重要 還是說 我寧可不去妨礙別人的 沒有讓人麻煩的前提 我做這件事 如果那個孩子麻煩就 我不會做 日本人是一個比較群體化的社會 他願意犧牲 因為他知道 你一個國家如果強起來 他就不會強欺負 他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 去喚起一個群體的團結 所以不說 我現在說 一樣是對同樣一件事情 不同態度 是因為 住在那裡的人 的觀點 對什麼東西 對他是對的 是好的 判斷不一樣 比如說 性這些事情 在不同文化 就不一樣 你跟歐洲性開放 跟中東 你如果去 腿去露出來 踏 邊形 對不對 你如果衝出來 去世 對嗎 把你掛起來 對嗎 你如果這樣 就這樣 但是你可以一個人 帶幾個母 西方不能容許一個人 帶幾個母 這很奇怪的事情 你不會覺得很顛倒 對不對 這方面你性生活 亂七八糟 但是你一個人 帶幾個母 不行 但是另外一個國家 性生活非常嚴格 但是一個人可以帶幾個母 真有趣 那就是因為 在不同的地方 人類對文化不一樣 但是我如果說到台灣人 那時候 大家都傻眼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你要說那時候 說不出來 因為現在台灣 呈現的文化 並不是 我們都是台灣人 對不對 你看起來很害羞 現在 誰人有文化的主導權 主政者 對不對 他跟你說什麼叫做文化 跟你定義 也就是說這件事的主導權 不是在我們台灣人的手套 是一段對中國來的人 主導台灣的文化解釋權 他跟你說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台灣沒有這種感覺 譬如說他家裡 要去一個圍張建築 覺得好 吃臭豆腐叫做好 對我們台灣人覺得很奇怪 對不對 他們中國人怕海 對不對 都不需要受水 我們台灣人本來就是 以海維生嘛 我們四周圍都是海嘛 但是你看 從基本上對海的態度 我們就全然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是海 海島 我們主持人 就在海 四邊環海 不用幾點鐘 就走到海邊的一個島 他們對中國來的 對海會怕 所以你看 台灣那麼久了 有出海去航海 都沒有限制住嘛 對土地那種珍惜的態度不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只有一個島 我們不敢在上面 放毒品 對不對 我們對這個土地 你是要世世代代換下去嘛 所以你的情緒 你會覺得土地不能把它糟蹋 但是如果中國人來 他是要回去的嘛 他把你這裡 當作暫時的地方 可以撈錢就撈錢 怎麼會把你收呢 會手就要手呢 這關鍵不一樣耶 我跟你說 對台灣人來說 這土地是使用權 對中國人來說 土地是戰友權 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躲在這個土地上的人 對他們來說 他們說土地是他的財產 這就是起碼 台灣跟中國人 對土地這件事情 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我們對土地的態度是什麼 是這個土地把我引起起來 我會尊重這個土地嘛 那是我們以前 五十四萬年 他住在台灣到前 那時候 對土地的尊重 和愛惜 和疼惜 你做不到那種 垃圾東西 等的 等不下去嘛 中國人來 打噴 打噴 但是我跟你說 我還說 當你在經營文化的時候 你也會去參考人家的文化 說 喔 那日本那些比較好 我也要學 對不對 你會互相參考 沒有人去參考 更落後的文化去更好 對不對 大家都是希望往上爬 沒有往下走的嘛 過去的台灣 四萬年 本來又是部落形式 那時候 我們讓大清 各種殖民地來的時候 他沒有在乎啦 自己經營 但是後來 我們受到大清中國人的影響很大 那時候 為了要吃青很多人 去進東 為中國的價值和文化 影響到百多年 直到國家先進的國家 叫做日本 拿到台灣後 把我們經營了五十年 把台灣為一個 很落後的地方 大清的統治 中國那時候就落後了 而且我們又是 大清中國的邊緣 邊緣地帶 那些國家不用說 不幫你好好建設 但是日本人拿到手上 把你建設 改變成一個 世界的強國 但是那時候 台灣人還不敢 因為才五十年而已 五十年 才一代兩代 還盡量很多人 有反抗的心理 因為鄉洋 把你撃到那裡 那時候 有的人不敢 所以有的人 開始討厭日本人 說怎麼對我這樣 我就沒有 我以前這樣 日子好過 我在中國裡面 為什麼要有守規矩 為什麼家裡要規定這個 規定那個 不能這個 太多了 太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台灣那時候 分成兩個人 一個是說 我要升級 我看到好的問題 我要升級 有的人就說 那太累了 我還是維持 以前這樣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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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就往下沈淪 我簡單的就是 說台灣現在的故事就是這樣 我先不講這個 我先講幾個簡單的事情 這個看過 你們今天第一次來上過 看過這個圖嗎 那位也是新來的朋友嗎 來旁聽 來 這個是去年我們在 你們看過 你們看過 看過 走 有沒有看過這張照片 上過課都不算 只有你看過 你沒有看過 第一次 你也第一次看到 你看到這個 你覺得是什麼東西 你不覺得怪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地點對不對 在那 國附近的館邊 東區 我告訴你 我們要不要放一些照片給他看看 給他看看 他們都不要看過 奇怪 那大行 我告訴你 有一萬人 都穿這種黑衣 穿西裝 放這個是什麼 是我在演講 沒關係 來 往下慢慢一張 我先看完照片 你們再說 慢慢來 你跳的時候不要跳一半 就是看一整張 然後再移一下 讓他們眼睛比較能夠適應 來 跳下一張 來 移一下 對 來 再跳一下 用Page Down的方式 看看有沒有好一點 你看 震報部隊 來 來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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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回到剛剛那個 我跟你說 人數有一萬人 沒有聽過 一萬人走在台北東區 宗教東路 這麼多 等一下 你們現在是在 上課還是 他需要解釋嗎 需要翻譯嗎 他需要翻譯嗎 如果需要翻譯讓我知道 好 來 再往下走 再往上走 這萬人走在東區裡 都走在台北 有些群眾知道要加入我們 來 走 來 走 再走 最後 好 好 聽 這是怎麼回事 新聞怎麼看不到 這麼大 有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 幾秒鐘 你如果沒去注意就這樣過了 台北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你不想考慮一下嗎 一萬人穿一樣 黑水中 整齊畫衣 一句話都沒有講 沒有人講話 拿機子 點點 幾個人一排走過去 整個東區 一直到總統府 有的人到 他們看人家後面 還沒走 人有多嗎 台灣民進府 一萬人 這次的訴求 有幾個項目 第一個 我告訴你現在雄雄初級班 聽不懂 訴求有幾個 第一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至今仍然有效 有聽到舊金山和平條約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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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過嗎 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位童星 不是 那位第一次來參加的 你有沒有聽過 舊金山和平條約有 我直接講快一點 初級班只要學兩件事情 佔領不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可以究極合法 你現在雄雄聽不懂 沒關係 我慢慢解釋 新長就這樣和平條約 條約是什麼 我跟你講 有關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權 只有兩個條約的影響 第一個 馬關條約 就是下關條約 下關條約就是 大清帝國 建拜 蘇吳大日本帝國 下一個條約 台灣跟朋友 大清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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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 因為戰敗 會尋求和平 所以把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 跟遼東半島 各讓給大日本帝國 皇帝 我有真的講講 沒有 你看條約上面 誰 一開始 就開宗民意 就說 誰人跟誰人定條約 兩個收受雙方人 不是兩個國家 是皇帝跟皇帝之間 尋求和平 如果不要簽條約的意思 又增下去 增到你大清帝國滅亡為止 所以大清說 好好好 我拜託給你 不是這樣 那叫做下關條約 第二次條約是為什麼簽訂的 那個冷氣有開嗎 我都覺得好像蒙蒙濕濕的 第二個條約是什麼 又發生戰爭 對不對 你戰爭之後才會簽條約 你沒有台無錢 沒有戰爭 不會跟處地相關的交易 除非用買賣的 否則就是戰爭之後 會尋求和平 簽訂條約 第二個是發生二次世界大戰 大日本帝國戰敗 輸給誰 盟國 盟國裡面 主要把日本打敗給誰 是美國人 是美國人 丟了兩個椰子彈 最後日本同降 投降之後 所以在救濟戰和平條約裡面 我繼續講下去喔 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 就是它的控制權 統治權 但是我剛才說一句話 佔領不宜戰主權 美軍後來跟我們台灣戰爭 派對台灣的主權 就是蔣介石佔領台灣 可是這個不會移轉主權 主權還是誰的 上次交易主權是日本天皇 所以現在日本天皇手中 還握有台灣的主權 這個講得有點複雜 我目的不是講這個 第一個 我們遊行中的第一個步調 就是就金戰合約 至今仍然有效 你沒辦法取消一個條約 特別是四十幾個國家簽的條約 除非有下一件事情發生 重新簽訂合約 否則之前都是這樣子 延照辦理 所以美國的憲法裡面 把它跟其他國家簽的條約 都等同於它的憲法來處理 你知道嗎 條約美國一定會遵守 那根據這條約 我們來讀讀看 條約裡面 第四條跟 跟第二十三條 裡面講什麼 美國是台灣澎湖這塊土地的 主要佔領全國 什麼叫做主要佔領全國 你家誰是主要 就是說你家誰最後做決定的那個人 叫做主要的 其他都是次要 什麼叫主要就是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主要就是他說了算 其他人做參考就好 那意思是這樣 所以有關於台灣的任何問題 全世界其他國家都不能講話 只有美國說了算 中國雖然在那邊宣稱 但是最後是美國說了算 全世界跟台灣簽 關係法的只有什麼 美國啊 中國會不會 他說我跟你有關係啊 那為什麼中國不去定一個 台灣關係法呢 是不是 那為什麼是美國在定義呢 對不對 顯然就跟美國有關係嘛 跟你中國 閃爍奈嘛 對不對 要不然中國就跳腳說 你怎麼可以跟他定關係法 我也來定關係法 你聽聽看啊 沒辦法定啊 因為這樣打敗日本的把台灣拿起來 那時候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對不對 因為下官條之後 我們台灣必做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那個叫做黃土 天皇的土地 本來是人手腳跌的土地 除非是另外一個情況 才會土地才會離開 但是我剛才說 國際法後來從拿破仁以後講 占領不移轉主權的意思說 即便你把對方打敗 這個土地也不會變成主權 也不會變成你的 比如說最近發生的事情 美國打敗伊拉克對不對 伊拉克那時候海山政權整個垮台 對不對 整個國家被滅掉對不對 請問伊拉克今天是美國的一部分嗎 不是啊 那就是佔領不移轉主權的意思 伊拉克美國就幫他成立民政府 美國一開始進去有軍政府 幫他成立民政府 你看民政府在這裡 這整個是民政府 叫做Civil Government 為什麼有民政府 就是佔領磚害 Law of Occupation 佔領的底下那個軍事會 為了要維持秩序 會成立軍事政府 但是同時他也要成立民事政府 因為跟民事比如說每天吃飯 睡覺衛生啊 教育啊 這些一般人民 軍隊不會來處理這件事情 他會從當地的人民裡面 選出一些人 組織成一個政府 負責管理Civil Issues 民事的事務 那軍事的事務是已經在慣了 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穩定這個地方 直到他正式的政府成立以後 移交給對方 那就對方就變成一個友善於佔領者的政府 會產生 那時候他才會結束佔領狀態 你知道嗎 美國今天 通常要宣布結束對一個國家佔領 他的國會要通過 要通過 不是說我當時結束佔領不知道 一定有一個正確的日期時間 執行方式 但是到今天為止 美國從來沒有宣布 停止對台灣的佔領 標示一下 還是在美國軍事佔領之下 所以我們才有台灣民政府 過期那個叫做代理者 代理者 他不是真正的佔領者 按照條約上面 誰才是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 所以美國 所以我們在遊行的時候 要訴求美國 你不要再重點 你是這個土地主要佔領全國 就是這個土地上面發生任何違法的事情 你都要負責 什麼違法的事情 我跟你說 戰爭法裡面規定 比這些地方裡面的人 不可以做兵 你不可以抓去當兵 我給你戰敗 你又抓去做兵 效忠誰啊 因為當兵是一個效忠的轉移 你還是效忠原來的土地 原來的人民 你不可以再叫人去替你戰爭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人有去做兵 有啊 這就是違反戰爭法 佔領不宜轉組織 還有其他意思喔 他可以改變當地人民的語言 比如說美國規定 所有伊拉克人都跟他說贏 可以沒有 都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嘛 人家是伊拉克人耶 一樣 台灣人本來是台灣人耶 像我們都說北京的義 不對的嘛 這違反戰爭法嘛 對不對 台灣以前過去的支出在大日本帝國底下 是有州啊 過的州啊 六的州啊 那為什麼現在變成什麼總統制 還有 還有 國會 還有什麼監察院 五院制 校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佔領不宜轉組織 其中一個就是不能改變對方的政治制度組織啊 不能改變對方的語言啊 不能改變 不能抓對方去當兵啊 不能把對方的人抽稅耶 連抽稅都不可以耶 我剛才說的每一項 每一項做得更厚 我把對方的小孩子抓到他的裡面去受他的中國教育呢 法庭在那些人查我課綱一點用都沒有 你應該吵說違反戰爭法 對台灣人施行中國式教育 那是不對的 結果跟美國人騙了 說台灣有民主 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藍州會可以去選總統 那是秋西人 你知道為什麼 尖定者跟被尖定者 怎麼可以藍州會去選什麼記 對不對 這個土地上只有兩種人啊 台灣這塊土地上只有兩千人啊 我剛才說我們是台灣去尖定 既然是在台灣頂端跟兩千人 就是尖定者跟被尖定者 只有這兩種性質的人在這土地上 所以我們那個訴求 有情的訴求還有一條 究竟那核林條一致 竟然人也有效 美國是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我要提醒美國 被佔領地的百姓不用當兵了 那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絕對不是中國人啊 那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是日本人 日本是我們的祖國 那這句話對不對 那唯一讓台灣人頭髮出來 就是台灣的地位要正常化 那表示什麼 過去都不正常嘛 從現在開始要正常嘛 透過什麼 我們要照顧 我照顧美國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怎麼在台灣邊那麼多事情 那時候我們在顧 美國國務院的人回答說 我們有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是什麼東西啊 他是在規範在台灣的治理當局 他是在規範在台灣的治理當局 他不是在戰爭拔底下成立的單位 他把你台灣人視同什麼 中國人來處理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都去拿中華民國護照 你說你台灣人 但是你現在拿身分證和護照 都是中華民國的是不是 你不會覺得奇怪 有徵求你的同意嗎 我們老爸老母阿公阿嬤都日本人 怎麼會生出一個中華民國的人出來 我跟你講 後來才發現 原來有一個叫做行政命令 陳怡在那時候 他們代理佔領進入台灣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說 台灣光復節喔 怎麼會有光復 台灣本來是日本的地方 光復給誰 日本在台灣 台灣人還是日本人的時候 中華民國還沒有成立 光復是什麼 光復到哪裡去 你1911年才成立 那時候日本到底在台灣啊 我們台灣阿公阿嬤是拿去日本 和護照出國的呢 那是日本人呢 在國際法裡面規定 你要轉移你的國籍 你要徵求你個人的同意 你要願意嘛 你要願意嘛 不能強租 說集體規劃成中華民國人 沒有那種事情 所以我們這次 既年 既年 去顧美国就是顧這件事 既年啦 說當初你是憑什麼 發放我們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怎麼改變我們的國籍 結果搞到後來說 這件事沒問題喔 因為發號司令的人 是在南京政府 那是不是很好笑 另外一個南京政府就是 中國那邊的南京政府居然 發一個命令 就把日本人改成中華民國人 我剛才這樣喔 把他的國籍給取消掉 不然你今天中國人發一個命令 把所有的美國人的國籍都取消掉 可不可以這樣做 不行啊 所以他本身是不成立 不成立 為什麼台灣人現在相信呢 被我們騙了 唯一的合理的解釋就是 被我們騙了啦 怎麼騙到70年 這個詐騙其實很厲害耶 70年耶 70年來就是 我們拿一個 並不成立的身份證 以為自己是中華民國人 中華民國憲法到現在為止 都不敢講台灣是他 固有的領土的一部分耶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 如果要變成固有領土的話 通過國民大會決議 那現在沒有辦法啊 從來也沒有做過這個動作啊 要變更領土啊 要通過那個啊 從來就台灣都不是爺 既然不是你的 怎麼會把中華民國憲法 實施在台灣呢 騙人喔 所以幾年前時候記者 不是去年記者問我的時候 我說你憑什麼發放台灣人身份證 你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我跟你說齁 你現在任何中華民國 要去做你的動作 對你做動作 你只要問他一句話 你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你如果要抓去做兵 你問法源依據群告訴我 到後來他不敢說 你不要跟他挑選 請問你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中華民國你是一個國家嗎 你怎麼會有國稅局呢 你知道嗎 一個國家才能抽稅啊 只有一個國家 那你怎麼會有國防部呢 越講越複雜 我現在先不講那麼複雜 我要你們一步一步來看 來回到我的PowerPoint 這樣說可能太快了 來 我就慢慢的看幾件事情 我這個可以操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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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醋味了 這最近不是我講的 你看葉俊榮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人 葉政部長要 葉政部長 葉俊榮 這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喔 你看 如果台灣民政府的行為 違反各主管法規 車牌就依交通部法規處理 台灣民政府發行照 就依外交部的法規處理 這則新聞 請問關鍵字是哪一個 你看看新聞嗎 這是一個新聞 我直接從新聞抓下來 網路新聞抓下來 葉俊榮講的話 不可能隨便亂講 請問你看了這段新聞裡面 關鍵字是哪一個 你覺得很奇怪的是什麼 外交部嘛 你不覺得外交部 這是很奇怪的 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是外交部處理 內政部長說 這不是我們人管 這是外交部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怎麼知道 你今天來土耳上口 外國政府 知道嗎 沒有在開玩笑喔 外交部長自己寫清楚的嘛 外國政府的單位來上課 你今天來哪裡上課 外國政府 我們是什麼單位 我跟你講全民 你要在社會遭遭 要是就要拿出來 對不對 你是什麼人嘛 哪個公司 拿一個經歷 拿一個銷子 主管 你名字嘛 你有名有姓 有職位嘛 你才可以在社會上工作嘛 對不對 人家問問你資歷 你到底是誰嘛 你親手腳一接電話 人家叫你叫錢你就叫錢 你是誰啊 你是哪個單位啊 你為什麼要叫我交錢 對吧 台灣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 面試是什麼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再講一次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美國民進府 那找一個美國這次啊 那就是美國成立的啊 美國民政府咧 我們的頂頭上是誰 任何東西都要法源依據 對吧 我們頂頭上是什麼 美國軍政府啦 軍政府啦 美國軍政府啦 美國軍政府啦 那美國軍政府的頂頭上是誰 美國國防部啦 美國國防部的頂頭上是誰 是誰 美國總統啦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命令系統是這樣啦 你們中華民國是什麼東西 治理當局啊 你的頂頭上是誰 AIT咧 對不對 是不是AIT 現在中華民國 他是不是要聽AIT的命令 叫你可以當 叫你不能當 飛彈不能移就不能移 叫你回來就回來 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治理當局 是根據台灣關係法之下所成立的 他早就在台灣把你統治啦 把你管啦 他要聽美國的啊 AIT是什麼單位 很奇怪的單位 那不是 他有跟中華民國登記 有沒有 AIT有沒有跟中華民國登記 他的名字是不是 美國在哪裡協會 協會要不要登記 突然莫名其妙要一個組織跑來台灣 可以這樣子嗎 就表示這個協會比你中華民國更大嘛 就這麼簡單嘛 你怎麼可以叫你老闆跟你登記啊 趕快 你叫台灣民政委要跟你登記嗎 或是你上面的單位 你會登記什麼 你有沒有搞錯啊 怎麼會變成人民團體呢 台灣民政委不是一個人民的組織喔 那定蓋去遊行的時候 一般人民都是 一般的遊行是什麼 從下而上 對不對 人民受到壓迫 不公平 或者不好的對待 他要抗議 所以他就上街頭 叫一人人 我要抗議 對不對 像什麼華航啊什麼 這叫抗議 得到不公平代理 我們這個沒有 我們這個遊行叫什麼 宣告 一個政府對人民宣告 我們已經成立了 以後台灣的政府有的治理 就是我們在治理 先跟台灣人說清楚 讓你到時候不會怕到 我們先一萬人走出去 整齊發言一句話都不講 全部穿制服 前面有鎮包部隊 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容許 這樣一萬人在街上走 沒事 當然不是一個人民團體 所以來聽這個課的人 你要先知道 我們不是一個從下而上的組織 不是一群台灣人看戲 自己組織起來的東西 我們是從上而下的組織 上是什麼 美國軍政府命令你成立的嘛 在我從上而下 我們也是從外而內的組織 不是在台灣島裡面自己搏出來的 外而內 所以我們才用外交部處理嘛 表示我不是你們中華民國體系下的單位嘛 你知道嗎 這樣很清楚了嘛 你們今天來哪裡上課要搞清楚 那我們進來的時候就會發放身份證 之前的ID卡證明你什麼 因為你過去貼不擔心中華民國護照 中華民國身份證嘛 對嗎 我們要求你把日本 日本時代 你阿公阿嬤 任何人的身份 戶籍成本拿出來 叫你申請台灣民政府的ID 證明你什麼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今天還在這個島上 你沒辦法把我們發身份證 改變我們的國籍 你沒有尊求我們的同意 我們這群人站出來了 讓你看得到 五六萬人已經站出來了 我跟你講 其實不用五六萬人 一千人站出來 你也是要承認 大日本帝國人民還在這個地方 再來 怎麼會變這樣去 我跟你講 事情越來越清楚了 你現在拿中華民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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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同就是中國人 這個新聞很好笑 與中國搶人外交部 註銷 啃壓五個台灣人的護照 你的人叫人抓去 你在那裡的國家 把對方的護照註銷掉 我不聽過 從來沒聽過 自己把自己的護照註銷掉 笑死人了 你應該去爭啊 為什麼要註銷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美國人如果在新加坡 既然鞭刑 美國這邊哪裡註銷 你都不是美國人 這好笑耶 這只有中華民國做得出來的事情 我們台灣人叫 叫人抓去 你看自由時報其實 肯亞疑似犯下電信詐騙案的五名台籍嫌犯 以在當地法院獲判無罪 避免遭到遣送中國外交部 晚上表示 註銷他們的護照了 註銷護照料 他代表什麼 他就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國籍 所以這樣能夠保護到他 同時也在明天跟肯亞叫做 讓嫌犯回台受審 外交部主委 為了與中國搶人 駐南非代表已經千萬處理 通知移民局 五名台灣嫌犯 護照已經註銷 只發給他們 僅能返回台灣的入國證 入國證明書 誰會管你的證明書啊 你想拿中華民國護照 等同中國護照 這樣說 你就是中國人 他要把你抓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然也抓去那裡 他現在是走到建設而已 他這個護照拿去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拿去中國呢 我現在先不解釋 有點複雜 但是這個就直接一點 最近 李登輝學校 卡蘭 不是不是李登輝學校 這叫什麼 凱達格蘭學校 是不是 凱達格蘭學校 10號舉行青年領袖 夏令營開學典禮 明報董事長 人權醫師陳永馨 受邀演講時表示 這幾天台灣奧運選手表現優異 但是只有台灣和難民隊伍 是舉著奧運會級進場 難道我們是難民國家嗎 現在拿奧運期 是去參加奧運會 只有難民國家 當然是難民啊 還用懷疑嗎 但是台灣人是不是難民 你搖頭沒有用啊 人家幫你做難民處理 因為你去引動 中華民國是難民啊 他們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啊 全民現在報紙上已經寫出來 過去不能幫你搞 現在清清楚楚寫出來 什麼叫Chinese Taipei 就是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們現在名字照出來啦 我剛才不是說 會是怕出來嗎 會不會是就這樣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為什麼在台北不是在台灣 所有流亡政府只能流亡在一個城市 不能一個國家 西藏流亡政府在德蘭沙拉 韓國流亡政府在上海 法國流亡政府在英國倫敦 二戰的時候啦 因為你政府會有汗汗嘛 你剛剛在人家的城市裡面 暫時居住有一天要回去 中華民國這流亡政府在台北啊 你說天龍國這就是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的人嘛 你台灣人家 今天要抓這個旗 抓一個難民旗 這一定都是各國的難民啦 敘利亞啦 伊拉克啦 什麼難民都都覺得 因為基於人權奧運會就說 不然這樣啦 我把你難民組成一隊 你拿這個旗 走出去 中華奧運隊喔 中華台北應該去抗議 我們才是正統的難民隊啦 你怎麼會跟我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才是正統的難民隊 我們很早就拿這個難民旗了 現在輪到你們 那我們要合併在一起啊 對不對 台灣人去認同難民 真的 認同好久 拿得很減少耶 我覺得 好不容易奮鬥一輩子 結果拿一個難民旗 在那邊 繞場一周 你敢不敢 我跟你講喔 這種建設的事情 連那裡去參加的難民 都拒絕去掌旗 拒絕掌旗啦 那裡面有很有名 最近不是那個 他說我是伊拉克的軍人 我好像是 社標是最準拿到金牌嘛 他就是拒絕掌旗的人 難民旗有什麼好驕傲的 中華民國 你拿這個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台北的旗 有什麼好驕傲的 建設的 啊 台灣人去拿是拿什麼 來 再來 三張牌 這三張牌怎麼回事 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聽過G7 有沒有G7 G7你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G7 你有沒有聽過G7 有 你有沒有聽過G7 不行 這樣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來 我們給他看G7是什麼 有人不知道我就介紹一下嘛 G7的全名叫做七大先進國 全世界有七個國家 很特別 因為他的收入 他的生活條件 各方面水準的世界的top 什麼叫做領袖 來 我跟你講 什麼叫做領袖 最近七大工業國會議開在哪裡 日本的伊士島 伊士島 日本的 開花 七個國家 什麼叫領袖 你知道什麼叫領袖嗎 比如說一個國家領袖 就是他最大的意思 領袖說話大家聽 對不對 叫做領袖 領袖 請問全世界的領袖 就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國家嗎 只有七個 不是一個 是七個國家 哪七個 來 我們往下翻 我們來看哪七個國家 我們先看那個照片 待會再回到那邊 就點到那個 七個領袖的照片那一張 給你們看一下 點 點進去這裡面 對 然後待會再跳出來 我先給他們看 七個國家領袖長什麼樣子 來 往前 先不要給他們看這一頁 對 往前一下 往前一下 不是 往前 往前 對 再往前 來 profiles of G7 leader 七大工業國人領袖的背景介紹 哪一個 你知道這是誰 日本安倍 對不對 這誰人 加拿大的最新上任的總理 下一張 接下來 法國總理 這是德國總理 梅克爾 接下來 英國 歐巴馬 歐巴馬 大家都知道 對吧 所以你就講了幾個國家 加拿大 日本 義大利 德國 法國 英國 美國 這樣七個國家 對不對 怎麼走兩個走出來 這樣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啊 怎麼給兩個 歐盟啦 歐盟 歐盟也加入啦 但是不是七大工業國 歐盟是代表整個歐洲聯盟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叫做 Council President 跟Commission President 與會啦 這樣啦 參加 那這領袖 什麼叫領袖國家 就是這些領袖國家會開會 來 我們回到那個Catalog的地方 Catalog 跳回前面那一頁 Catalog的地方 就回到剛才官網的那一頁就好了 先關掉這個 先關掉這個就好了 你關掉這個 關掉就好了 然後回到我們的主頁 我們的官網主頁就好了 就拉到G7 回到我們官網的G7 官網上面就好了 你幫我拉啦 我這時候先介紹一下 那 官網的主頁 G7 還是回到原來的動作 可以拉G7 G7國家有點 像是這些領袖開會的時候 他討論什麼題目 一定跟全球有關的 因為他是領袖 所以領袖講話 他考慮的 所考慮的事情一定是全球的事情 他不會只顧慮他自己的事情 還抓不到 所以他討論的名字都是 Global Economy Global Finance 就是我剛才講的 全球的經濟 全球的財務方面 金融 Global Environment 他們全球的環境 保護全球的人權 都一定是討論全球議題 因為他們說的話會 有決定性的影響 所以有的人甚至於稱他為 叫做聯合國裡面的VIP 他們這G7 同時也是聯合國的會員之一 他們訂的遊戲規定 接下去其他國家都會遵守 拿不到是不是 抓不到官網的G7嗎 已經出來了 對 我要去看這一頁 給他跑進去 我給他們看一下他的Catalog 需要時間 G7 很久 沒關係 慢慢來 等一下 什麼狀況 什麼狀況 好啦 不用了 我介紹一下 你有的時候再幫我放出來 G7國家裡面 我們剛才看的照片 你抓到了沒有 抓到幫我拿出來啊 要不然我都沒辦法看 對 好 那我們往下 這就是G7嘛 那往下看 他的Catalog前面 有沒有 我們剛才講說 Global Development Global Finance 有沒有 他的Catalog前面 居然82頁寫了一個 台灣政府 台灣人的政府 自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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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講 Fairness for Taiwan 對台灣人要公平 這是 Catalog裡面這一段 他用了一個字叫做 台灣人的政府 當人家問你 台灣人的政府是什麼 你會去想什麼人 想現在那個嘛 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 那叫台灣人的政府 結果不是耶 來 我們來看看裡面 往下翻 台灣人的政府 他出來的照片 居然是這一張耶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來 現在來 我先討論 那句話 Self Determin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The Case for 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mbiguity Policy 再下一張 咦 怎麼找一個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這次跟我們這次就一模一樣啊 就是台灣民進府 領袖國家的專刊 就是他們開火一直在看的 他們的議題 就是未來要遵守的內容 他在介紹台灣人的政府 居然是 介紹我們民事政秘書長 還介紹台灣民進府 不要是在 即這本國家裡面的眼睛裡面 所看到台灣人的政府就是這個 不是現在在法國做事情 不是蔡英文的政府 不是 他們是這些人 來 我們再往下看 來 就回去 回去 回去我的那個 對 對 來 這不能動嗎 給它動 很好很好可以動了 所以 G7宣布之後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同不同意 同意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的進府就是這樣 台灣民政府 那叫 G7宣布的結果就是這樣 那現在參議員政府是什麼 我跟你講 剛剛發生一件事情 在G7開完會之後 我想會遵守 接下來就是海牙法庭 不是宣布一件事情嗎 海牙是不是對南海最近發生的事情 下了判決 判決書裡面有13次提到什麼 叫台灣這個政府叫什麼 他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 中國台灣當局 台灣 Authority of China 這個上面怎麼有 這個上面留下那個字在這邊 很奇怪 不過anyway 中國台灣當局 那不是台灣人的政府 我們才是台灣人的政府 他們叫中國台灣當局 有看到一隻叫中國嗎 他們就是中國人 他代表中國的 台灣當局 在台灣管理的是台灣人 他不是台灣人 不是台灣人 英文就是台灣人 不是台灣人 算的就是台灣人的政府 不是啦 這叫中國牌 這一張也是中國牌 這才是台灣人的牌 你知道嗎 台灣民政府才真正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過去他們都騙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我告訴你 中國 連中國都沒辦法 儘管來到台灣 好像丟一個骷髏頭 待在台灣 台灣過去戰敗 沒頭 拿到人的骷髏頭 拿來帶 戴上去 就把中華民國的名字 戴上去 以為這樣就可以 變成一個國家 就跑到聯合國 你看一個沒頭的人 放一個骷髏頭 然後聯合說 我也是人 你給我加熱 聯合國是你有國家主權的國家 才可以加入的嘛 你台灣人本來沒頭 是因為我們的頭 就砸掉了嘛 日本天皇要懸置嘛 台灣人幫他存一個辛苦嘛 人幫你承認嘛 現在是被佔領狀態 沒有效忠對象 我們就叫一個中國 庫路就 到我們頭上 說這也是頭 我們拿來用 走到聯合國說 一句 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要進去聯合國 或者以台灣的名義 要進去聯合國 人家沒要插你嘛 你笑的 那台灣人 對不對 所以人家都不會承認你 直到台灣民政委一出來 名字用對 也證明你的真正身份 你得出來 就這麼簡單 來 這是G7在開會的內容 有沒有看到 G7國家 代表在G7裡面 G7國家做決定 他承認你台灣民政委 台灣民政委就成立了 這個叫做School of Hard Knocks 這個人台灣人不知道 這美國人在說的 基本上就是說 你要達到你的目 有的人 你有感覺 有的人 比較矮 名字比較矮 從小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會去撞到 去說到黑青 或是撞到密密碼 在你去學到一個簡單的功課 你知道嗎 大家 有的人 70年來 都要用自己的方法 被闖出一條路出來 跟陳詠怡醫生一樣 我們在建國 要做什麼 就是選這個Hard way Hard Knocks School of Hard Knocks If you learn something in the School of Hard Knocks you learn it as a result of difficult and unpleasant experience 你就是學任何一件事情 透過很不舒服的經驗 去學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台灣人做了很多很愚蠢 弄拼的事情 到今天還學不到 我們在講一下 過去的故事 今早一來 我們的周生 四萬年 都來到我們 這個土地 開始生團 聽我講故事 那要輕鬆一點 過去我還要鼓掌台灣人 民進府這麼便 我們人數也夠了 ID也不再發了 那我現在在這邊講什麼 算是一種 跟台灣人的生團 叫台灣人 好啦 時間夠好 聽我看看 你們即將要面對的事情 需要有一些 待 不然你會 從來聽到會怕一條 過去的台灣人的周生來到這個 不要說台灣人 所有的全世界的人 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 部落叫做tribe 部落有什麼意思 就是很多家庭 因為共同的水源 種植範圍 還是 狩獵 怕辣的地方 就圍成一個地方 好幾個家庭 鴿州會變成部落 有很多部落 部落跟部落 燒到什麼 燒台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 鴿州會 變高更大 沒人敢給你祈福 所以這個越鴿越鴿越鴿越大 以前在台灣有一個大肚王國 非常多的鴿州會 很強大 其他部落不敢惹它 這如果路來路來路來 阿拜也變成了 Kingdom王國 像United Kingdom 就是好幾個 這麼大的王國 又鴿州會 變成大英國寫 日本也是 美國叫United States 不同的州鴿州會 歐盟 好多歐洲國家 覺得只有單獨一個國家 對付不了全世界的變化 中國那麼大 美國那麼大 大家都大 只有我們歐洲都各個小國 所以他也沒有 在一起 為了要怕被人家欺負 就以歐洲為整體 來跟其他地區的國家 來討論生意的事情 講遊戲規則 這樣有bargain power 才跟人家談判才有籌碼 反正你越大越好 所以這就是過去部落的形式 但是過去部落 我修台的時候 通常都會把對方全部殺光 怕說你阿伯回來要補修 所以我要抬都把你轉播 抬了 但是故意這樣不對 我土地變大 人變少 這樣對 所以他比較聰明 所以做一件事 這部落戰爭 開始把對方 更厲害更聰明 更用的 男人都抬死 像這個 老老父母 老的總是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我給這個人的名字叫做 支援回收人 叫做無頭的人 無頭的人就是 你本來有效忠你的部落 對吧 無頭 你效忠你的部落 為了死 為了他打 為了他進走 但是現在你的頭 竟然砸掉 你變成努力 抓到人家那邊去 你不能效忠任何人 你只有功能而已 所以這種人叫做無頭人 我的名字叫支援回收人 本來是本來要等到 現在再次使用 可以叫支援回收人 支援回收人 每天就做的事 你就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埋東東 這部落 過去部落戰爭 在征服對方以後的統治手段 要把這些人統治下來 比較聽話 用什麼方法 幾項 宗教語言性事 叫你開始 不能再拜你過去的信 你要拜我的信 不能再說你過去的話 就要說我的話 就要帶我的信 不能再留你過去的信 過去就是這樣 姓氏是這樣獲得的 一個大部落的人 給你吃完之後 你所有人都帶我的信 那就是部落啊 你效忠新的部落酋長的名字 那叫做誰 這就是過去台灣人對的事情 我們拜的中國是從中國來的 你說的議員從中國來 你不能說台記是台灣人的議員 不是啊 那就是所謂李登輝跟蔡英文 你說四百年前來到台灣 一定中國人的文化 那是四萬年 他住在土地 那是一百倍 再來姓氏也是 你不要說你姓氏 男生的月不都不是 那都對我來幫你租姓 我們本來就是 我們都是平坡做的 跟高山做的後代 那你聽我慢慢講 這是歷史 四萬年前 後來大都亡國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各個殖民地進來 四萬年去 直到最近十四十五十六十六十年 再開始有世界各國 比較強大的國家 坐著來到台灣 總之什麼 你把你掠奪 英文叫做Predator 掠奪是什麼意思 我說一個比較粗的 就是 男人對男人有新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那就是殖民者 對殖民地的態度 你有什麼好看我都會愛 那如果不好看我都會拉到你 因為沒有婚約的關係 所以過去我們高山主 在高雄外海 美軍在那邊擱淺 隨手上岸 被我們高山主全部殺光 美軍就跑去大清帝國抗議 我現在在說大清統治的一段時間 就說 你人把我帶你來背錢 你知道大清帝國皇帝說什麼 那不是我們的人 那叫做化外之民 法語不法由貴國制裁之 台要創什麼 隨在你啦 這不是我們的人 他號稱他統治台灣 結果他說這不是他的人 所以第一次台灣人跟美國人簽訂條約 是我們的高山主跟美國的軍隊簽訂條約 如果剛才有什麼台 不能這樣 不能把我們抗議 那就是我剛才說的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 就是你有好看 又漂亮 又漂亮 我都要 等到外面 我把它等到 中間不負擔任何責任 我就離開 那是台灣更一度的事情 那這些殖民者互相會唱來唱去 唱到誰最大的唱到 誰搶到 誰搶到 大日本帝國 打敗了大清 把這台灣的朋友拿到手上 但是這個來 跟過去不一樣 這個來是要跟你結婚的 男生怎麼追女生 上輝啊 請你吃飯啊 買水衣給你穿啊 把你穿水衣 最後把你搶一門 對不對 所以大日本帝國 花五十年之後 建設台灣 黃明華 給你蓋他的議員 過去大日本帝國 就是這樣拿到北海道嘛 北海道本來是愛奴族的人在住 黃明華 改姓氏 最後變成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過領土啊 所以大日本帝國 1945年 他做到五十年之後 1945年的四月一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在台灣 從此以後 那就是什麼 結婚的動作啦 結婚啦 從此以後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天皇對你的保護嘛 就產生婚約的關係嘛 所以以後台灣就是 真正第一次台灣有主權喔 主權叫做sovereignty 諸管 是在大日本帝國裡面建立的 日本人給他建立的 過去 那時候 大清掛好一本一族發生什麼事情 那一本人看 東半邊那個人幾個 我要求台 其實為什麼原因 後來才知道 大清他只管左半邊 右半邊不是他管的 他也打不過這群高砂族的 那一本人慌了啊 那一人呢 那高砂族從來沒有被管過什麼 洶湧一本人就跑去把他管 就好像中國人很壞 賣家連隔壁的房子都賣掉 你知道嗎 他掛土地嘛 結果台灣好像通地半邊 另外半邊不是他的嘛 就好像他賣家跟隔壁的房子 都賣掉一樣嘛 那日本人拿到這塊土地就說 欸 那這邊怎麼辦 他就去問什麼 問美國 為什麼問美國 因為美國以前 北美洲這個地方是誰的土地 印第安的嘛 印第安人的對不對 那怎麼後來變美國人的 你要一種說法嘛 你總是要一個說法嘛 所以美國人的說法是什麼 他們本來是部落形式啦 Tribal 還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你可以用征服的手段把它拿到 征服啦 conquer 所以日本人花十年的時間 把右半邊征服下來 有理番政策 最後才在十年之後 把所有的台灣 建立一個完整的 有主權的地方 的國家 那為什麼要十年啊 他打中國 一年就改革了 為什麼把我們的高砂族 高砂族打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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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因為他知道這群人之後 也是天皇的臣民 所以他下的手段 不會那麼慘啦 電影雖然這樣拍 我跟你講 由於一開始 日本人是派他的貴族 跟我們通婚 跟我們酋長通婚 你願意跟他通婚之後 土地變他的 不願意通婚 不願意順服的話 那就打了 就開始打了 那就是征服嘛 等你我以後會給你看照片 最後 整個台灣建構主權 從此以後 台灣變成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一部分 你知道嗎 所以佔領不宜轉主權的 你接著 我們又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領土 你知道嗎 這個邏輯很簡單 但是 你現在會說 有人說 奇怪了 現在就 天皇領土他就要幫我們保護 為什麼他現在沒有 現在為什麼中國人幫我管 很簡單嘛 二次之三我們又戰敗了 但屬於這樣 屬於美國 美國很優秀 過去跟你招攤那些女子 再跟你招攤一次 一次又招攤 又招攤你一次 所以我們就 講到這個招攤 這中間有點複雜的情緒 應該是講說 我們戰敗的當時 如果我們的阿公阿嬤 做的時候 堅持說 我日本人 你不能對我做超過戰爭法的事 我們今天不會有今天這麼奇慘的結果 去讓中國人通敵 可是那時候我們裡面有一軍台灣人說 我以前有大清統治一百多年 現在 日本建書 我媽將去挖戰勝國 你知道嗎 中國人說 不然你都來做中國人 那時候台灣人叫什麼 就都過去了 所以那時候 現在的日本人對台灣人也說 我把你當作中國人來看 因為你在做決定的時候 你選擇中國 不是 但是我們跟日本人說 不是 全部 我們這個人 又不是 你不要把我們全部都送成中國 你不要傻瓜 台灣界頭對這麼重要 我們日本人還在這邊 繼續奮鬥 奮鬥七十年 還是跟你講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這個人騎出來 表示你大日本帝國臣民還在這邊 效忠天皇的人還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所以我們 最近 禮拜天就會出一個團 我們去 禁國神社 日本天皇天長節的時候 我們也去 彈舊筆 天皇陛家的彈舊筆 我們去祝壽 就證明我們還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在這塊土地上生存著 因為以前不讓我們有聲音 你用一個什麼黃曹琴 代表所有台灣人 沒有那件事 你不能用黃曹琴一個人的意見 代表所有台灣人 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就把台灣人出賣 那時候你在做中國人 那時候中國人說 真好 你要做中國人嗎 來 做兵 你要做中國人 講北京話 捲食 你要做中國人 去背四書五經 背我們的中國歷史 因為你要做中國人 要叫黑 但是你那時候堅持說 我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他不敢對你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的日本 對那段時間 台灣人的態度 有一點 堅氣 有點 這樣 可是台灣人也有台灣人的說法 沖亞庫 戰爭被戰敗 你在宣佈說 台灣是憲法實施在台灣 我們也有我們的話要說 所以這種小 沒辦法這樣算 你要講說 佔照法律上 台灣到底是不是天皇的領土 是 那就好了 停在法律的層次 那你是不是大日本帝國成名 是 那就好了 我跟你講 一旦給我們拿到 大日本帝國成名的身份 現在的日本變成兄弟了 以前他是兄弟 大哥 你現在變成新日本國 離開日本天皇 你的日本天皇 被你的神明在那邊拜 不能管你 可是我們還有日本帝國的憲法 我們變大哥 你知道那個身份上的對調嗎 拿到這關身份 我怎麼可能輕易放棄 而且是法律上的身份 這不是我們去唱 因為大日本帝國憲法 沒有廢除 沒有廢除 就表示還繼續存在到今天 我們這段時間的身份 並沒有被消除 就算你中華民國發我們身份證 也沒有改變我們原先有的國籍 所以這次我們去法院訴訟結果 法院提醒我們一件事情 你的國籍誰可以改你 沒有啊 表示我們以前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還存在 按照大日本帝國的法律 你北部雙方都是日本人 你就是日本人 那不是 你美國人跟美國人生出來 當然美國人 當然美國人 當然美國是屬地主 我們是屬人主義 你知道嗎 美國是 你北部什麼人不重要 你在美國出事 你就是美國人 那叫做屬地主義 但是大日本帝國是屬人主義 你北部都要日本人 所以在日本人 要做日本人很困難 你如果老婆是外國人 你媽媽是不孝 或是老婆媽媽不是也不孝 你要雙方父母親都日本人 你才是日本人 照在過去 我們去拿民政府ID 就是你父母親雙方 在大日本帝國 戰敗的當下 在我們的戶籍藤本上面 由你父母親的名字 注記 就是你北部都是日本人 所以你自然就是日本人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如果是日本人 一般不是 你就要做選擇 你看你是要帶老婆 還是帶老爸 你就有一個選擇權了 所以為什麼要自己做決定 就是這樣子 但是你已經有國籍的話 你當然不能再做決定 你已經有國籍 除非你放棄 你現在本來是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後代 你當然還是中國人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佔領者來到一個地方 佔領人家土地 有沒有有一天 睡一會兒 然後被你被禁止了 不可能嘛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被佔領的地方的百姓 有沒有一天醒過來 睡覺醒過來 變成佔領者 不會啊 你的身分不會改變 或是你說你再生一個小孩 又變成佔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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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拜 不可能嘛 被佔領者跟被佔領生的後代 還是被佔領者 是不是 佔領者跟佔領者生的後代 還是佔領者 現在問題來了 佔領者跟被佔領的後代 我們先停在這個地方 不要講太複雜 現在台灣裡面有一個人 觀點不願意改變 我給他名字叫余虐 現在很重要出來 台灣人 我從來沒有懷疑我們是台灣人 但是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你不要說我是台灣人 那就結束了 問你是哪個國籍啊 對不對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你要講說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是台灣人要根據你流的血 你是什麼國籍的人 根據法律 國際法 你是至於認同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三件事情 你的血液流的是佛摩山 佛摩山人的血 你的國籍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現在都知道 我已經不需要再解釋了 直接宣告 TPP架構以下 包括美日安寶 這對台灣人的identity 這個是DNA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今天題目叫台灣史節 過去我們台灣人都受到 中國人之那人的教育 讓我們開棄 所以我現在透過科學證據 過去他用人製造編造的歷史推翻掉 你過去說你的祖先從哪裡來 不要看一個東西 我跟你講你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會做什麼事情 爸爸的DNA 媽媽的DNA 各一半 對不對 合作會變成你會怕 所以你的小孩子生出來 不是像爸爸這邊的 就是像媽媽那邊 對不對 不會像你鄰居那邊 那就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 但是你在傳宗接代 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突變 突變就是突變基因 突變基因都變成一個記號 所有從你這邊伸出去的 都帶著同樣的記號 所以這樣去追 可以追回去你的祖先 國家地理頻道 這個很大的一個組織 舊舞企業 它裡面有一個計畫主持人 叫Dr. Spencer Wells 他就做一個計畫 透過這個 現在DNA不用再去驗血 只是用Q-tip 就是棉花棒在口腔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就出來了 不用幾天就出來 就告訴你 你的身體裡面有幾分之幾的 什麼人 什麼人 他居然因為這樣 把全世界的那個遷徙 叫Human Migration Map 就是人類遷徙圖畫出來 這個不得了的project 他抽的樣本是70 現在80萬樣本空間 simpling 抽樣 80萬的話 有人說 大山老師我比較有興趣 知道台灣人對不來 好 來 你看這個 你們現在看到有線 有黃線 有藍線 我現在不解釋 但是有箭頭對不對 箭頭就是最後停留的地方 這個最後停留在南美洲 經過什麼北美洲 白領海 阿拉斯加 盜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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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現在活在世界上的人 從什麼地方來 六萬年前來自於非洲 所有喔 有什麼山頂洞人 什麼人 那些人現在都消失了 不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我們現在血液的 只有六萬年前 來自於非洲 那六萬年前 有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六萬年前 發生一件 不知道什麼事情 讓所有的人 開始全部是世界跑 在產生現在的所有人類 好 公 我比較想知道 我哪裡都要來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M174這個數字 有沒有看到這個數字 這條山 我飛出來了 來到南夜門 再來到印度 再來到馬來半島 你就這樣想好了 我們的祖先 不知道什麼事情 就離開非洲 帶西家帶券 帶著食物 就開始旅行 來到印度 覺得這地方很漂亮 有一部分留下來 就變成現在印度人的祖先 如果不喜歡 繼續往前走 就來到馬來半島 印尼 爪哇 就變成現在印尼人 爪哇人的祖先 你知道嗎 又過了一萬年 可能來到台灣 時間四萬年前來到台灣 他們的時間點 都給你算出來 四萬年前來到台灣 我們的祖先留下來 如果不願意繼續走 走到哪裡去 日本 現在的日本 時間四萬變成三萬多年前 三萬多喔 我待會兒給你看 三萬年前在 國內的域裡面 現在的朝鮮半島的北部 最後進去所謂的中原地區 最後停留在哪裡 現在的西藏 滇緬的一帶 柬埔寨那些現在的這個國家 我現在說幾萬年前的事情 這是差不多兩萬年前 是一個大陸的東半邊 來到中原地區 那中原地區來 有什麼東西 這是歐亞大陸的東半邊 對不對 有什麼人 有從歐洲來的 離海來的 有沒有看到 從蒙古下來的 從印度上去的 從這邊 這一帶上去的都有 什麼人都有 十幾層的人 在兩萬多年前 來到這個歐亞大陸的東半邊 set down 定居下來 就各種部落 對吧 開始修台 濫造衣 最後 我問一件 一句簡單的 這些人是十層 誰是雜種 現在住在中國 那外土地上的人是雜種 因為兩萬多年前在裡面濫 部落開始爬 對不對 沒錯吧 突厥人是什麼人 宋朝是什麼人 大星是不是女真人 都不同種族的人這次嘛 統治所謂的中原地區 漢人老早就沒有了 沒有那種人也叫漢人 你知道嗎 人沾到最後都 去了啦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 知道自己的故事了 這個科學證據了 很開心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神 中國人有一部門 從這裡來的 中國人起到不行 因為他很討厭韓國人 其實沒辦法 這叫科學證據 可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啊 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啊 所以最近才有這個嘛 NHK在那邊做這個專輯嘛 過去我四年前就講這件事情 他們一直沒有動靜 可是後來他果然很快 就開始進行這個project 到最近他直接 假裝三年前 都在坐什麼 用蘆葦編織的船 對我們的東方 坐船 要知道嗎 十元島 真的去模仿這個狀態喔 這就是本人做的project嘛 日本人終於醒過來了啊 這是國立科學博物館的啊 那時候 冒險企劃 徹底再現 你看 計畫主持人啊 在這裡啊 你看 有台灣家 來告這個地方 白寶甘根田園 兩萬四千年前 兩萬四千年前 三萬年前 這是考古挖到的東西耶 我現在說科學證據 沒跟你說 大山老師說的 有根基的啊 日本的科學家 過去他只是用考古學家 不夠的啦 你要包括DNA研究的人才可以 所以他最後面這個 DNA研究的科學家在這邊 加入這個團隊 他把整個大圖畫出來 你看 用草船 有沒有 芝那人還在扭曲這個故事 你知道嗎 我告訴我們昨天 所以 Dr. Spencer說的一句話很詳細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故事 是記在我們的學藝裡面 我知道 用你構書 課本書教科書去篡改 更何況 這世界上 沒有中國人 哪有中國人你告訴我 你要問什麼是中國人 你說 漢滿門徽葬苗堯 對不對 黏一大堆 我說官方的是四十幾 三四十種人 你告訴我 這都叫中國人 不是嘛 所以中國人的定義叫做 政治語言 它其實是不同種人 你告訴我 我是蘇聯人 我是歐洲人 這句話就不成立 什麼叫歐洲人 歐洲幾個國家都是歐洲人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中國人跟我 變變之後 有一個中國人說 不要講這個啦 我們都是華人 我們都華人 我就反問他一句 請問你的華人 是根據什麼 說我你是華人 你講華語不是嗎 對不對 我說我是講華語沒有錯啊 但是問題 你是不是講華語 你就是華人 我請問你講英文 是不是叫英人 對不對 印度人講英文啊 印度人是英國人嗎 美國人講英文 你美國人是英國人嗎 不是啊 新加坡也講英文 英加坡也講英國人 什麼好笑 只有你說中文都是華人 所以定義一種人種 不是用你講的話來決定 對吧 不是語言嘛 我來講英語 我來比美國人 不會啊 你是什麼人 是根據你流的血 對吧 所以如果叫這個定義的話 也沒有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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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客人 都沒有這種人啊 你有 你如果說有的話 很簡單一件事 你把客家人的血液 定義出來 定義喔 科學定義 說有這種血 有這種DNA 叫做客家人 我再抽我的血 跟你對看看 如果match的話 我就是客人 這樣對不對 沒錯吧 可是你連客家人的血 都抽不出來啦 定義不出來 因為它是雜種 雜種哪來的存種 我跟你講 台灣人的血液 相對比較存 為什麼相對 過期在這個土地 沒到外面爛 直到十三十四季才開始啊 早上來的 那天剛才有客人家 睡覺的好笑 他說我是客家人 我說那當時 我說我媽媽那邊 有去追加普 我說加普人送你 說得更簡單 說幾百年前 我說好啦 你投一台給你 就算你是啦 有一個親愛人來到台灣 那當時來台灣都吃了 露宴咖 不就是那些水部的人 帶來台灣 台灣那時候 什麼都不是想要來 還有移民更不可能 那是很水人 還是做不好的事 要走來這裡 還是當官很糟糕 才會派來台灣 對不對 那些人來 要帶我去哪裡 不可能帶家圈 那時候規定大清 不能帶家圈來台灣 那時候帶我們店 沒做的人 頭一台一半一半 對不對 你的店一半一半 再來一生兒子 要帶我 怎麼說 國族帶白無助的 是不是變四分之一 第三代呢 就要不忘了 你遲過三代 醫藥 你就不要再跟我講 你是漢人 對不對 因為你的每九二體 你百分之八十五九十 都是白無助的 黑 怎麼有漢人 胡說八道 他為了統治你 變一個假的族譜 所以你追不到啊 所以我說 如果要講 我們要講學藝 你裡面留學嘛 各況你是雜種 我根本抽不到 你是哪一種學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這是科學證據 所以你台灣人 要拜祖先 就要中國人拜 不是我們拜 你慎中追遠 要追到台灣 對不對 你台灣人 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被祖了 你知道嗎 你如果清明節 跑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被祖 被什麼祖先 被你四萬年以來祖先 你對不起這群祖先 真的你的祖公祖先 是對台灣這個系列出來的 絕對不是跟中國無關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現在幹嘛 就是因為我們受到他們教育 被他洗腦 你以為你是中國人 你以為你是難民 所以就拿著難民旗去外面 你不要招搖 人家撞騙人 沒有要向你信道 台灣人當你自己最好 你現在蔡英文用的這個模式 可以帶台灣人去哪裡 任何一個國家要形成 人民要自覺 第一步 你要知道我是什麼人 先搞清楚 你才知道你這輩子為誰而活 為誰而奮鬥 為誰而禪中接待 你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你先搞清楚嘛 不要人家跟你騙你 就想說你是中國人 去拜中國人做做生 你背做你知道嗎 太可我你的祖先在那裡 四萬年以來 祖先在土地裡面 中國人來跟台灣外要求 想辦法破壞 我們所有的文化 古蹟裡面 土地裡面挖出來的人 另外把你起家 讓你學不出來 過去結本時代 是很注重這種考古的 台大考古系 中國人來的時候 馬上派一個人去台大考古系 你要講這個故事 我講很多給你 今天不是我們要講的 時間點 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來 講到這個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是什麼 這沒頭的人 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今天來上課 是希望透過上課 改變你自己的請舉手 透過上課 你也能得到改變請舉手 沒有啊 你是啊 你同意嗎 你透過上課想得到改變 我跟你說 不對 為什麼不對 沒關係 你舉手 以後會舉手很有趣 因為你舉手才會有參與 但是這句話 有問題 為什麼 你有沒有結婚 有沒有老婆 有沒有先生 生活相處好多年 對不對 每天在那邊講話 你有辦法改變他嗎 不可能啊 對啊 你每天跟他相處都不能改變他 你憑什麼相信 來我這邊上課 一兩個小時 我把你改變 不可能 那你為什麼要來上課 把你們弄混淆 那我來上課 我跟你講答案好不好 你們本地就是這種人 你們本地就是對歷史的事實 進口真理 很認真的人 再來上課 因為你看到外面 這不合理嘛 你看民進行說的 有一個道理嘛 你想來知道嘛 所以你這個人天生就是 對事情的是非對錯 很在乎很認真的人 再來上課 才上得下去才聽得下去 過去你在中華民國 給你騙的土壤 在賣多錢嘛 他們都假的嘛 但是你來到這裡 我跟你講 民政府只跟你講 歷史上的事實 歷史上的文件 邏輯的推理 跟這幾項 吹在沒了 你在好的土壤裡面 你就馬上得到營養分 就長大 就變成大小 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民事長經常建議大家 你在這時候先自拍一下 聽完民政府的法理之後 你再自拍一次 你看看你整人的民事有變嗎 我來說一定變的啦 因為你眼睛會金起來 過期有這種假的東西 創得不不不 現在開始在秤上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人 所以你來這邊上課 我在做什麼動作 我在做篩選人的動作 我不是要跟你搞 我不是要跟你改變 因為做不到 因為你本質就是這種人 這就是我們要的人 我們要的人 要能夠怎麼樣 能夠統治 都要做通體者 這種有頭的人 說到這個 我就跟你解釋另外一個 簡單的概念 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超過一千人公司的老闆 沒有 應該有人拿手啊 台商啊 說要兩三千人 我說還不夠 因為你民進院有四千人 準備要去執掌政權 一個人平均管六十萬人 你做得到的 雄雄啊 你上完我們初級班 我們讓你上高級班 上完高級班以後 我們在那邊有訓練 連續過五官斬六將 最後還要考試 考完試以後 我們才會任命你 任命你當民政務的官員 當官你就走馬上任 請問 你雄雄關一個六萬 你郡所關幾十萬人 你還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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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馬也從來沒有管過 兩億人 三億人 要去做美國總統 對吧 所以你不用擔心 為什麼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有系統 有制度在教你 美國總統是進入一個系統裡面 他要的是有這種特質的人 什麼特質的人 對事情的是非對錯 就定心的人 你要做領導者 他不是叫你每天去寫公文 領導者做什麼事情 下判斷做決定 對不對 你根據什麼下判斷做決定 你自己要有一個對事情 是非對錯善惡非常分明的人 這就是我們要愛的人 頭腦就要清楚 你如果聽得下我講的課 你就是頭腦清楚的人 這樣講 簡不簡單 就這樣 這就是我們要愛的人 我們在做篩選 台幣 人質的人會流起來 在你流起來 再見吧 所以上我們民政委的課 這個真的不簡單 我們還要考試 我們還有台灣史 新台灣論 那本 你都要把它背起來 那幾個本 科學是考幾百條考試的 是非選擇題 有簡單嗎 是非選擇題 我告訴你 每一次都沒有考過超過 這個你有考過嗎 你有聽過還是你有考過 難不難 很難 過個三二十分 你說猜喔 你猜都猜不到這個答案 連猜都沒辦法 那個考試真的很難 你除非對這本書 非常熟的人 才可以來考試 不過你要給自己挑戰看看 我跟你講 你只要過去 國民黨體系下 你這一輩子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你來這邊 有一個全新的人生 重新開始 我怕時間沒那麼多 我先走 來 我們先講別的地方 因為時間不夠 我直接幫你補充 日本時代的歷史 我告訴你 史關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選擇 選擇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命運 再說一次 歷史的史關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你的立場會左右 你的選擇 你的選擇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我現在要 這就是這麼多人 你要做民進府官員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事 當你如果有一天 你要做官員 我問你一句話 你覺得人民最大的 請客手 你覺得人民最大 你要做官員 你要有一個態度 對不對 你覺得人民最大的 同不同意 人民最大的 你同不同意 在懷疑 你呢 同意還是不同意 遲疑 你呢 搖頭 不錯 大家都頭髮這麼清楚 當然不是人民最大 這裡面有三十萬人而已 六十萬人是這個的兩倍 每一個人都想當老大 每一個人都希望你去聽他的聲音 你要聽誰的 到最後變成民意代表最大 對不對 你給我算出來 拜我要怎麼做 是我的事 所以民主 給你一個民主 那是民主黨 要給你騙票 要用的 國民黨 民主黨 說人民最大的 你會歡迎 歡迎票就給他 之後就變成他 隨便去做 你沒法 所以民主是 授權的機制 不是一個管理機制 授權的 給你的權力 交出去 給他去管 如果民主 是一個好的管理機制 所有公司 明天要賣什麼 薪水多少 大家投票決定 對不對 誰要做經理 投票決定 誰要做Sales 投票決定 怎麼這樣 怎麼不好 當然不好 對不對 如果公司這樣灌 就倒掉了 對不對 你連公司都不敢 用民主制度來決定 你為什麼敢 讓政府 比公司還好還複雜 幾千幾萬倍的 國家機器 由民主制度來決定 來管理 那還不行 那還胡說八道 對 一定亂的 所以不要講那麼簡單的話 我們經過思考之後 沒有那麼快 去給外面的人 塞人 對不對 我們頭腦清楚啊 我們經過思考之後 就覺得這不是這樣 來 不錯 你們頭腦都很清楚 這一屆的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 跳呢 奇怪 這樣我就跳下去 我們直接說《日本時代》 補充過期你們沒有的 你看過期 我們叫FOMOSA 直接跳 我現在時間不夠 我就直接跳《日本時代》 過期你看 大清帝國 他的 大清殖民地 左半邊而已啊 右半邊不是他的 聽 聽 聽聽 我告訴你 他的勢力範圍 只有這些粉紅色的地方 這樣跟你說 這個《沾台灣》 就是叫做《沾台南》 不是《沾台灣》 以他當時的兵力 他的經費 根本不可能是《沾台灣》 你知道嗎 你要派多少兵 當地住所你要不要發薪水 你要不要吃飯 那那些人 為什麼你雖然叫魚 就要聽你的話 那麼多人跟你打 你打贏嗎 不可能 一陣子都說 怎麼幾個人 是不是 這才有歷史的事實 你不要被中國的這套歷史去騙你 他的勢力範圍者怎麼打 其他怎麼 大都王國 荷蘭、西班牙在統治的 大日本帝國 下官條也要拿到台灣 1895年到1945年 1995年開始 你看 你透過這個觀察 你看日本人來到台灣做什麼事 這項一項去考慮 你如果學過管理行政方面 管理學校的話 你會很在乎他要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我現在雄雄派你 你要做什麼事 你知道嗎 先看看日本怎麼做 來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子 照片在這邊 跟他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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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太郎 乃木西田 這個 鵝魚元太郎 再找一個 叫做黑頭新輩 厚騰新品 因為鵝魚元太郎 那時候是大軍 你沒有時間 叫他後頭新品 主要是你做的 剛才是晃 這次財額 謀弄是和智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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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庫 還要和他們們賺 vamos 請問一下 台灣事務所 address 要去了 去考慮 也看到マン Baptist '. aucoup異UU 也就是我選到了 mikre 營愛 pumps 實用 沒有 optimize 沖檻 國會就要撥款 第二代總租貴太郎做這些事情 第三代總租做這些事情 我就不念 第四代兒園太郎 你看警察私獄官養成機關設置 保甲制度 土地水利失業地極調查 大小租權 高雄港 吉隆港要開始做 全島鐵路建設 便宜十斤 很多事情 唐業什麼 再來 這就是軍費預算 你現在要一支你去上網 去看大日本帝國預算 大日本帝國議會要開會通過預算 才會撥款到台灣 一億兩千萬 鐵 阿鐵 所以把這個東西等等等等都有 1905年怎麼撥款 然後第五代總督佐久堅佐馬太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縱貫線全通 縱貫線已經通了 你看有中央研究院 化學部 衛生部 松山療養院 博物館 台北管前路走到底 博物館開了 再來第六代總督做這個 1918年 你看 06 15 18 沒有幾年 三年 五年 就做那麼多事情了 大量的博物館建設團 馬上短時間到台灣 有大清落後的地方 191919年 田建自然 為什麼我特別要說這個人 就是這個 什麼 因為那個黃太子殿下來台灣 黃太子殿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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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太子就是後來 就是那個和平條那時候簽的 黃太子 那時候那個黃太子 之前是名字嘛 那叫黃太子殿下 那時候台灣人有一個人 黃太子殿下 黃太子殿下 那時候就聽說 台灣很多人不要來 結果這個總督說什麼 沒有啊 台灣的思想惡化 是在東京的學生輩 在台灣沒幾個啦 他們是社會主義的啦 沒有很危險的 一般的人民 是非常忠實順良 敢一事同仁聖恩 沒有危險列浪來 說到這齁 稍微聽聽看 以前在大清帝國裡面 看台灣人是怎樣看 一場刁民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吧 男無情女無義 這樣在馬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那時候 極端在抗包抗包抗包 我要抗議 你知道嗎 哪裡要騎哪裡要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把我求嘛 你把我追求到我不會生活 我才跟你拚 好好的人怎麼會這樣 我說一個簡單的 你女婦人 過年回去 媽媽家 媽媽會問說 你家裡過日子有好嗎 那女孩子個性比較強 就說真好 等於那眼睛老了 他真的有機會 對不對 他就有秘助 就說真好真好 你如果真的真好 嘴笑髮笑嘛 對不對 很自然就笑出來嘛 他就不會跟老公吵嘛 你如果對我好 我幹嘛跟你吵 對不對 一定是對我不好才會吵嘛 這樣簡單 我套來這個地方 日本人好好 關台灣人 隨便人少量嘛 你說 你親自問你老婆老婆 那個時代 那日本人好嗎 好啊 如果說不得很少 那就是這樣 通常是來亂的那些人 比如說日本人 把他搞事不得聽 他要逼用的方法 去修理 那不怪嘛 因為日本人要短時間把台灣人追蹤 縮到 帝國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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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台灣人一定要某種神度的 去用咖啡嘛 你如果不接受咖啡 要再照大清去討過日子 你就倒楣了嘛 你知道嗎 一定會的嘛 你一定要某種程度上的英文 叫discipline 訓練你自己 接受某種程度上的不方便 為了要達到帝國的水準 這有一個人嘛 所以你看 過世的人這樣 生長這樣 男生帥女生漂亮 穿著衣服 這叫做杜聰明 杜聰明 以前高雄醫學院的院長 台大醫院 後來當他台灣大學的總務長 日本時代就去留學 去美國留學 去美國留學 他住在那邊 那時候我還住在那邊 不是我 我是後來住在那邊 後來他住246號 我住248號 South 45th Street 在西費城 因為我後來念也念冰大 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黃曹琴 紅條琴 我待會再說紅條琴 這是我們親情 叫做貴媽生 哥倫比亞大學 那時候這幾個都是留歐美的 我給你看 同學錄 袁水龍 袁春安 無錫 袁柯維斯 貴媽生 你看看 EU of Columbia 美術、化學、經濟、神學、政治、醫學 學 那時候台灣人 1929年 就台灣人 是怎麼有水準 去歐洲去留學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 1945年統計 留學過台灣人 20萬人 台灣人才幾百萬人 200萬人 20萬人 出國留學 去歐美 去日本留學 日本人 1943年 你看全台灣小學 共1099所 小學生 932525人 全台灣人的 教育 普及率 為71% 每一段時間 日本人跟台灣人 教育 帝國追蹤的 台灣人 如果沒有日本一頭 要怎麼做 扣台灣人自己 台灣人說 我要建國 我才不敢 台灣人追蹤 我根本不相信你 我寧可相信 美國、日本的系統 可以在短時間 把台灣人送去 我直接在跳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給你們看照片 我直接給你們看照片 這是大清帝國 1885年的時候 日本 還沒來進行 大清帝國統治底下 台灣是這樣 中國人在台灣做幾項事情 起床、起床、抽稅、貪污 再說一次 起床、起床、抽稅、貪污 這是中國人在台灣做的事情 很優秀 所以一天到晚 一小返一大亂就是這樣 再來 以前 六十幾個 那時候 那時候媽媽的博書 你知道馬接博士嗎 馬接醫院那個馬接博士 早期是加拿大人 在Princeton神學院畢業 來到台灣 來台灣 就怎麼樣 馬接博士 以前的相比 跟我們家吃一樣的 跟我們搬水器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說明35歲 大清那時候 沒有二十歲就做老伯 三十幾歲就做阿公 再來就死了 我們現在在座各位都賺到了 超過三十五歲了 來 我們先看一下照片 等一下放影片給大家看 來 我們先看這個照片 以前美國人來台灣 加拿大來美國人 西方國家來的 幫你弄主日學 給你教育 給你醫院 等級系統不夠大 因為只是傳教士能做得很有限 日本帝國是整個系統進來的 你看 以前去廟 大清的 以前的水 你看這是什麼 這麼薄 這個做什麼 這是檳榔西施 檳榔西施 不是穿短褲辣妹 檳榔西施 真的在白檳榔 你有沒有看到 嘴在煲 這個檳榔 在白檳榔 在白檳榔 阿伯 我們台灣的檳榔 攤都犯這種 保證沒有人 再吃檳榔 很快就結束 這些西鄉蟲稻 牡丹色的事情 以前我們高叉組 有一個習慣 出草 出草有什麼意思 把人家的頭 砸起來 很討論 日本人說 不可以這樣 你阿伯不可以這樣 這是白白川公親王 那時候台灣 叫日本拿到手 他軍隊 奧地 這是北部 不是賣台灣 那時候很多高砂族 願意順服 順服 順服之後 他就軍日本軍官的頭前 就帶我們高砂族的少年人 你看每個人都拿一支鐵架 鐵架上面都 哪有什麼東西 那不是菜刀 那是人頭 那是人頭 你想說這顆 那是什麼東西 你看 你看 他在嘉年黃會 唱歌跳舞很開心 你們在那裡 老子 你看他手 拿這顆 那是人頭 開心 也拿人頭 慶祝 也是拿人頭 在那裡 那高砂族的女生 很可愛 很清秀 一開始 你願意順服 日本軍官自己用穿 最新式的武器 你看 日本軍官的家 高砂族的頭目 只有頭目 才可以坐在這邊 每個頭目的兩個 一個一個 什麼 那都是人頭 那時候 六千幾顆 便不做 去用台 日本軍人 也有幾個十個 所以他們 世神軍官很小 離 怕說 去用出去 那是什麼 那時候 日本軍人 要推行教育 結果高砂族 不高興 一輩子 中台 連小鷹都台 日本老師 把這幾個小鷹 拉起來 躺在那裡 生活者 像這樣和神軍的照片 沒給你們看 後來接受教育 人教育之後就會開發 開發之後越來越進步 就是這樣 你看 第八連隊進來,日本的第八連隊,空軍就一台了 那時候就帶你們的衛途,用蠟筆,開始有發彩色 近情都沒有,大清哪有這種東西 來日本,第八連隊進來 你看,很跌跌的時間變這樣,你看 這是什麼?第三孤魯的照片,第三女高 你看那女生每個都很漂亮,很有氣質嗎? 老師也有氣質,學生也有氣質,好看 第三孤魯就是現在的中山女中 我媽媽這個學校比起來了 我媽第三女高,我們台北人 鐵道、旅館 都在台灣,不是在澳洲,不是在日本 白衣女的裁縫課 那時候我們打到馬尼拉,慶祝的遊行 我們打到馬尼拉,慶祝的遊行 那是什麼?這哪裡啊? 這哪裡啊? 台北公會堂,他們叫中山堂 中國人來這裡,都沒有什麼事情 賀名啦 看這個,中山八樓啦 那是中正路啦,對不對? 那是康町路啦 中國名字都放在台灣 他想賀名就變成他的 好好笑喔 結果這個建築時代八市市民 日本時代是人家叫一口氣起來 你看,內裝,那時候就很高級 你看那餐廳 那時候,公費燈裡面的廚師 好像天皇御廚一樣,都戴帽子 你看他的盤子都乾乾淨淨 那日本時代,一九三幾年,二幾年的事情 一九十五年里兩三十五年里 一七年里還有三十五年里 對,三十五年里 外面三十五年里 它比較一 sechs 南門國獎對抗華山國小 棒球比賽的隊伍 你看日本時代每一個人都有棒球帽 棒球衣 手套 棒球棍 棒球球隊 領袖對齊 日本時代全台灣這些棒球是普遍的運動 過期中國人來就教你 什麼紅葉 棍子 手仔去拳腳頭 後來可能 那是難民知道這樣 日本時代是這種水準 我手邊有幾百張全台灣各地的 小學對抗賽的照片 紀念照 就是這種全民運動照片 最後打到Kanon 甲子園的最後Final 嘉農那時候在日本時代很出名 那時候是公車 日本時代的公車 台北火車站的前身 神社 超山的溫泉鋁社 建宗的學生 以前日本時代建中的學生 帝國的駕駛 這對 好注意喔 不是 台北火車站走到管前路走到 台北博物館 台灣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殖民地不會蓋博物館 也不會有帝國大學 台北秦國的貨物館 他在那裡 他和自己動作零土的部分 他現在的洞通道 很奇怪 唐燈 迪 嘗 著 他叫他 零名 都itates 因為中山百度驚到背後 叫做宜山 宜山上面就是台北神社 神社 我們去拜神社 所謂叫表山道 經過那個明治橋 中國人來就給你踩一下圓山外內放在上面 給你毀掉你那個東西 本來那個明治橋很漂亮 馬英雄給他拆掉 就是這樣 毀化你的文化古蹟 所以以前表山道旁邊就是幾條通幾條通 日本時代的照片不是最近的嗎 北斗的火車 Live生活雜誌 美國生活雜誌拍著台北 這就是中山橋 明治橋 台北博覽會 那時候台北開得很好 所以辦了一個國際的博覽會 全世界各國可以來參觀 台灣博覽會 始政四十年 這是第二期的台北火車站 我們當中有一些有些人有印象 這是什麼 大學新舊班的學生 大學育科 他說他念什麼 冷咖啤 補粉 他說他在什麼 念詩 那時候排句 日本人是什麼排句 現在你到過年的時候 天皇也是會唸排句 你看看NHK都有 說話回來的國標舞比賽 你看那時候人 1930年 台灣人 你阿公阿嬤 阿祖的 穿的衣服都比你現在更好 有嗎 你有感覺嗎 你的打扮 你的色彩 你看那個樣子就知道很漂亮 你看黑色的襪子 花色襯衫 你看 男生也是飄飄 黑白相間的 很騷包耶 帝國的 我告訴你 那每一個人 帽子 你看 整個都是很Fashion的 我連鄉下都跟你講 竹東鄉下的幼稚園 日本老師 學生 連鄉下地方都是這樣子 新竹火車站 台中 我現在放影片 我很快給你看 天皇陛下來到台灣 沿著文武百官 世界各文武百官來台灣 很古麻 台中的金礁 台中的神社 你看 那時候的小朋友都穿 你看 有可愛不 可愛 台中的 台中的 台中洲廳 這是綠川 柳川 這是家農 家藝農 那邊 台南是磚化的水源地 每一家都有自來水 自來水就有水源地 高的地方水到每個家裡 都自來水 台南路中的畢業紀念照 很精多 白襪子乾乾淨淨 白鞋子 台南 台南師範學校 天皇來的時候 海軍陸軍 列隊歡迎 高雄 高雄 高雄軟式棒球隊 我沒有在開玩笑 我幾百張 高雄軟式棒球隊 以前古城港 日本時代古城港 我們要放影片 海展試驗學校 日本時代我們去 鵝鑽筆下去旅遊 便當四次會 高雄婦女會 屏東婦女會 基隆女中 你看另外一個相片給他們看 我另外一邊那個相片 影片先放 時間差不多 我們只有幾分鐘 來我們放影片 南進 南進台灣 台灣總督府 稍微小聲一點點 再小聲一點點 好 OK 台灣 這是我日本的富泉 在日本領土中 只有一種熱帶及安熱帶地 台灣 2028年 1895年 馬關條約確定 台灣歸屬我國 大日本帝國 明日28年 已經執政40年 新興的台灣 你看 台灣人跟大清帝國都完全不一樣 總督的史證是40年 燦爛的 汛爛的文化 之前我們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化外方帝 台灣的居民就是化外之民 改曆之後 我們變成帝國成名 行命 改曆不到幾年 我做什麼事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自嘴灌溉裡翻教育普及 不管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軍事 都非常的健康 你看日本籍 列隊 短時間有這個好成績 因為皇室疑似同仁的恩責 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台北市一直有夜景 夜景表示什麼你要會看 infrastructure基礎建設做得好 電線可以通 才會有供應電 才會有夜景 台北橋稍微跳一點點 跳一點點 散散路 好這邊停一下 這所謂的誰來 台北知事 敵書 台灣有六個酒 米一酒 中央研究院 這是郵政總局 對比台北 台灣電力諸事會 台電 不要再跳了 這邊慢慢來 總督府的官邸 這總督府 你看 博物館 他在這個橫陽 榮丁那附近 台北市公車 那時候媽媽傳音樂 小孩子穿學生服 媽媽穿和服 一街上 我現在一本的情緩都一模一樣 好稍微跳一點點 鐵道旅館 台北火車站 台北AQ 有計程車 有巴士 有人力車 台北 明治橋 後面就是圓山 神社 會開始基隆河 會人河 台北公會燈 這慢一點 博物館 台北放送局 電台放音 他自己會跳的嗎 還是你不要按 暫時不要我剛才跳太快了 不過沒關係啦 好再跳一點點 好 來監控 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這邊跳一下 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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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山起床 這是大中堂那邊的 受日本文化教育 比較不多的地方 你看做對照組 你看 再跳一下吧 再跳一下吧 但水壺走到月子 都一樣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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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泉 日本是在台灣建設溫泉的 休閒娛樂 這樣 高爾夫令骨 高爾夫酒廠 淡水高爾夫酒廠 日本是來從這裡 高爾夫令骨 我們現在去神殿 神殿主要看的 茶葉 這個地圖 我們來看做地圖的文 你看路燈 頭前這時用手工沒有錯 但是過來而已 我們主要看這個 機器 有沒有 全自動化設備 生產線 台中 現在來到台中 你看 你看 台中是香蕉之都 日本來統治之後 新興的城市 台灣成為日本領土之後 你看 街道有漂亮嗎 路燈都很漂亮 你看 又經濟 市區井然有志 綠川柳川的清流 你看 有柳樹的台中市被稱為什麼 幽靜而美麗 台灣的京都之稱 是 香蕉 台中周廳 好 再下去 我們看一下 台中公園 對不對 那時候就有噴水滴 可以 構成 對吧 這是日月潭 要說到這個 主要是要說我們的農業 八天語音 做一些水稻 對吧 這發電 日月潭發電 供應電力 可以供應全台灣各地 造化多 有工業台灣 台南這裡跳 我要看那個 唐葉的部分 啊 嘉義的 台語的火車 這裡加鈴 那時候的林木葉 十六萬坪 再來跳一下 你看那個 唐廠 以前兒育總督的時代 台灣開始建立 唐葉 因為唐葉 這是很重要的基礎工業 唐葉可以做罐頭 所以台灣的地區 我們要出口 放在唐漿裡面 我們還在種煉乳 它可以做什麼 酒精 酒精 可以變成工業燃料 可以做火器 它可以用酒精在推動 煉乳 酒精 你看 這隻已經用這機器直接耕耘了 日本時代就用這雞器 煉乳 罐頭 點心 所以砂糖是很重要的 核心工業 台灣農務局 你看 你看 你去看實驗室 你不是給它生產而已 你做實驗室 提煉酒精 無水酒精製造 作為國家燃料政策 酒精存度相當高 這邊慢慢看一下 你看 做實驗穿牌袍 這東西有規矩的 再來 再跳一下 烏山頭水庫 這汽水池很重要 周圍五十八里 來南洲裡面十五萬魚甲的水源 都扣這 這之後再有什麼 另外一樣三座 三連輪座是扣這 再來去看高雄 你看 你看那時候高雄的火車站 跟那個 港口 高雄站 你看 那時候就做這樣 你看 漂亮嗎 你看 港口那時候就做得很漂亮 都這種機械化的運動車 來 再跳一下 高雄 高雄你看 沿著高雄港邊的那些工廠 蓋得整整齊齊 來 這是馬津里 海陸從神戶出港 慢慢來 這邊慢慢來 只剩幾分鐘而已 三分鐘而已 有一萬噸級的優秀船隻六艘 內臺定期航路 好 華華版的航路 台灣作為開發 近海 渦輪 你看 那時候還有海底電纜 所以打電話直接通到日本 海底電纜 沖縄來到台灣 沖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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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內地 我們內地有日本 台北飛機長 來過來介紹高砂族 無作老師 無作金燦 我們也是日本人 好 我們今天課上到這邊 請大家兼職 把我們的課上完 好 謝謝 我們再次的感謝我們的講師 大三個音老師 他熱淚的跟我們上課 那現在齁 我們現在下課 那 廚房那邊有可以吃點心 各位可以去那邊吃個點心 吃完的話齁 就可以 救群 那 你的書本都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你的書本都放在這邊沒有關係的 不會丟掉 不會丟掉 你要 用具 或是睡覺要用的東西 才放在那裡 拿去 好 謝謝各位同心